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卢文波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 PTE当中的写作SWT的真题系列 我们今天讲第二个真题 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是伦敦 The City of London, It Will Never Fly 那么就像我们上一期跟大家去讲一样 做这道题的核心,本字两个字 一个叫读,一个叫写 读的重点在于如何真正抓住重要的信息 把一些不重要的信息跳过去 那么实际上这些都是有技巧的 那么再有一块是写 如何用一句话把它写出来 那么牵扯到你的语法的功底 牵扯到你对标点符号的驾驭 那么所以我们就通过这道真题 我来给大家讲解,做一个示范 好吧,那我们来 我们知道时间分配10分钟 那么352足球的阵型 3分钟读,5分钟的写,2分钟的检查 好了,我们看标题就不用读了 伦敦永远不会飞翔 会不会飞呢,我们看下面 谁能够想到在698年 当他们在泡自己的这个浓缩咖啡的时候 That,这一小组股票的操盘手 Stop Brokers,来自于某个咖啡店 在某个地方 专用名词直接跳过去不读 还记得吗 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 不重要的信息 就是这些专用名词呀,人民呀,地名呀,杂志名呀 是吧,这样的一些东西 直接跳过去 好,谁能想到这些小组 这个Stop Brokers 他们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强大的信用制度的奠基人呢 好,说以前很不起眼 但是现在谁能想到呢 但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那么好,又是什么南海的泡沫 破灭了在1720年的时候 并且这咖啡店呢 1718年被烧了 哎,太凄惨了这个历史,是吧 18,1986年 睡了Big Bang 然后当时呢 什么Bowler hats finally hung up 你不用管 这啥东西 反正帽子 什么被悬挂起来了 那么可能背后有一个故事 你不知道 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只需要写5到75 只要写一句话 一些具体的信息 你可以不写 好,下面一个 You wouldn't have bet 你肯定不会读 The Farm on London 你肯定不会把你的 农场堵上去 堵什么呢 堵伦敦 会超过纽约 法兰克福 东京 对吧 成为世界的什么什么金融世界的中心 但是 32万这么多人吧 在英国的首都的 这个金融中心工作的这拨人 现在呢 超过了纽约竞争对手 在管理的基金上 他们持有了70%的 全球的二级债券市场 以及 我们伦敦呢 控制了世界的外汇交易 是吧 并且他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呢 付出了90亿美金 90亿英镑 在一个月 有bonus 数学好的同学可以除一下 90亿 除以32万 平均每个人每个月的 这样的一个 bonus 奖金就有3万英镑 听懂了吗 很贵吧 他们工作很高 并且他们的 接下来呢 后面就是一些专用名词了 square mile 我们去过伦敦的 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地点 但你没去过没关系啊 是吧 直接跳过去 说某个地方 现在又往东发展往西发展又到什么金氏区码头 什么卖费 不用管了 这个读到where 一个专用名词后没有where 定义从去 补充说明 直接跳过去 是吧 很多 什么蝗虫和他们的这个对冲基金 什么 这都不重要了 我觉得 因为具体的地点了 反正就拓展了呗 对于外国人来说 伦敦 外国做金融的人来说 伦敦就是该去的地方 是吧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 我估计是一个缺点 但专用名词不用管了 并且没有欧元扯住他的后腿 也就是说他可以畅快的发展呗 不像欧洲那样 那我觉得这么肯定是某个协约 某个协议阻挠了他 不自由 所以这个也不是很重要 没有欧元去挠挠他 但是 他如此高飞 仍然是让人打地眼镜 against the odds od我们知道是一个 在这里整个是一个短语了吧 be against the odds 就是让人打地眼镜 就是不符合常理 伦敦是实际上最昂贵的城市 去居住 交通系统很烂 而且呢 有恐怖主义的袭击 但是暂时 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 飞得越来越高 那么好了 大家 我呢 正式考试 千万注意了 我们不是做naughty 不是做口译 要这个蜘蛛必较 每个单词都仔细地抠 但我们在这里读 你就要速读 一些不重要的信息 直接跳过去 那我们整个读完之后什么感觉呢 就是说 前面谁能想得到 伦敦会高飞 是吧 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特别不顺 前面什么泡沫破灭了 什么大火把他烧倒了 是吧 但是 他还是超过了 谁谁谁成为世界金融制度 主要是体现在几个方面 二级债券呀 外汇交易市场呀 等等 是吧 后面说他往外去拓展 然后但是 他能这么高飞 还是让人打点眼镜 因为他昂贵 因为他种种都不好 这样 让大家感觉他的主干结构 是什么 要抓得住 就是 虽然他以前怎么卑贱 虽然他现在也昂贵有恐怖主义 但是他就是高飞了 他就是声音乐作为大 在哪些方面 做得特别特别好 是不是 好了 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做题 之前跟大家讲过 四大步骤 第一步 读懂内容和逻辑关系 这一点我们做到了 合并组围兵 那么合并组围兵 尤其是句子当中的 名词中心语要找到 讲来讲去 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伦敦 是吧 怎么成长的 那么选择适当连词 那我觉得 大的结构呢 要不就是并列 要不就是因为所以 要不呢 就是我们讲的 虽然但是 这是我自己写了很多 之后判断的 所以你不要求心求意 用一些很炫的 万一用错了呢 那我觉得 你就稳妥的 因为你用了一个 therefore 我还没觉得 比这个but 高端到哪里去 差不多 下面一个 最后重新检查 352 好吗 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写的答案 好 那大的结构 我觉得就是虽然 但是 所以我选择了 Despite the doubt 虽然有人怀疑 怀疑伦敦 永远不会高飞 就是因为它 卑贱的背景 和 凄惨的境遇 打个括号 补充一下 种种的事情 选了一个 但还有呢 就是把后面的 不好的也 并到前面去了 虽然它有这样 这样这样 不会高飞 因为这个这个 还有呢 就是它特别 让人望而却步 特别高的生活成本 很差的这个交通系统 以及恐怖罪袭击的 威胁 威胁 那么 苹果的首都 超越了他们 纽约的竞争对手 在管理的基金上 在全球二级债券市场上 在外卫交易上 并且 成为了 世界最大的 最强大的金融之都 大家看一下 我大的结果实际上就是 虽然但是 但最后但是呢 有两个 有个并列 就是暗的 它超越了什么什么 在哪个上面 并且成为了 金融之都 好吧 那这样的话 我用一句话 就跟大家讲解了 如何去写 那有人同时说 那这个廉词 老师你讲的 怎么这么少啊 实际廉词 千万不要觉得太难 如果你基础 不是特别好的话 大家可以到 文波.tv 里面 我们有专门的一个菜单 叫语法 我本人呢 也是把所有的语法 都 你能知道的核心的语法 全部都放上去了 四大类词法 然后呢 三大类句 简单句变定句 负荷句 负荷句三大类 名刑负 名词主秒头 形容词 限制非限制 壮业冲击 九大类 实验地点缘 结果调节目的 方式比较 我们都放进去了 我在这一款 包括一些特殊句是 道装手的强调 双斧 双斧 双入语 包括飞飞语 是吧 那么我们都放进去了 大家可以到文波.tv里面 看我的语法视频 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请关注我们的官网 那么 底下呢 是我们的公众号 大家 可以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定期会更新 PT的一些真题 一些技巧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是陆文波